嗨 大家早 早上10點 歡迎收看YC代達叔樣起來 今天我們要去買一樣呢 可以看到我在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充滿了滿滿的異國風情 沒錯 這邊就是傳說中的台灣東協 總理車站 我現在在後站 然後很酷 後面那個紅色的招牌有沒有看到 愛愛大底色 一來就要幹嘛 來愛愛 沒錯 一直聽聞 總理現在是一個非常異國風情的地方 然後非常豐富的東南亞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來看看 有什麼好吃好玩 跟有沒有讓我驚奇到 會不會有那種重返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的感覺 滿期待 而且我找到滿多 滿厲害的異國料理 我又很喜歡吃異國料理 今天一樣帶著我的那個 灰天小女警們 然後又來了 在旁邊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人集合 那等一下就開始我們今天的 中立車站之旅 今天正好是禮拜天 人很多 因為有些特別的店 今天才會看 所以我們就期待一下 現在後站正在施工 變得很不一樣 我都快忘記原本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 一家假日才開的店 很期待 找店的路上呢 除了剛剛的愛愛Hotel 還有這個愛樂福 哇好棒喔 樂福耶 跟之前的出樂一樣 米蘭瑪 很有名的印尼料理 假日才開 然後我發現他店裡覺得很不錯 東西品項很多 又乾階 而且人超多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一個 剛剛他旁邊賣的小菜 他說是水板 應該跟我新加坡當時吃的一樣 米粿蝦餅 跟水晶餃 印尼水晶餃 還是華人的東西 水板 像白白胖胖的 還真的有點像花粿 然後外面醬是辣的 欸 蠻好吃的 有蝦米 然後筍子跟 蒜米 欸 這好吃耶 然後點了這個 飯塊沙爹 然後是雞肉的 這個是飯塊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覺得是 是貴的東西嗎 真的是飯塊 一坨冷掉的飯 然後把它切一塊一塊這樣 沙爹飯塊 糯米然後切塊這樣 比較沒有那麼像高的口感 就是飯 嗯 但因為它是涼的 然後拌一下沙爹醬 蠻入味 蠻好吃的 雞肉沙爹 然後沙爹醬看起來 非常道地喔 哇 它花生很香耶 還有花生的醬 以外還有甜 另外一種 特色的醬 有兩種醬這樣 還蠻好吃的 也是涼涼的 但是烤得蠻入味的 好吃耶 雞肉有鹽果 它桌上有很多 很有趣的醬料 像這個 這是白醋耶 印尼白醋耶 辣椒醬 然後這是他們的 白鹤調味 感覺也不錯 欸 蠻好吃的 特別特別 那最後上的是這個 巴東牛喔 印尼菜一定要吃巴東牛 哇 它的巴東牛有 辣蛋 辣椒醬 小魚乾 菜脯 牛肉 跟他們的這個 醃酥菜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四季豆 還蠻標準 配菜非常的豐富 然後來吃一個 小魚乾配白飯 然後沒有薑黃飯我沒有點 嗯 我吃小魚乾 醃得很好 入味 入味 欸 這個不是蘿蔔 這個是辣馬鈴薯耶 好吃耶 好好吃喔 它有用 蝦醬一路去醃 然後這個白的 不知道是 筍乾嗎 有點吃不太出來 但是就是燉菜 燉菜滿好吃的 然後每一個小菜 都很入味 很好吃 這個菜裡面有另外一個香蕉的味道 有點像是 香茅 然後吃一口它的巴東肉 巴東肉 很開胃耶 謝謝 老闆娘吃飲料了 老闆娘的很好 然後紙是稀油脂 就是在馬來西亞都會用這種紙 它這樣一個份量 就起來蠻好的 整體是比較沒那麼燙的 而且夏天熱的週吃是非常消暑 然後剛剛拍 櫃台拍到的辣蛋 你看 它這個辣水煮在外面是有炸過的 所以皮會有一點炸過的口感 這家真的不錯 米辣麻 真的蠻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 這邊的英國都講中文 所以還不錯 老闆娘真的很熱情 剛剛跟她聊天 我問她這個白白的 像菜心的是什麼 結果旁邊的客人一起說 菠蘿蜜 它竟然是菠蘿蜜跟木薯葉 有點像 鹽奶燉菠蘿 鹹的 然後加點辣椒 好特別喔 這蠻好吃的 我喜歡椰奶 所以它這個燉在家燉得很爛 咬下去就像 不甜的鳳梨 有纖維但是都化掉這樣 它的配菜 對這個巴東牛都很不錯 然後老闆娘送的紅茶 我以為是很甜的紅茶 結果還蠻清爽的 比較像印尼那個東南亞茶 很不錯的店 現場有生辣椒泥給你用 它有打好的生辣椒泥給你 擺你想吃的東西 而且它店很乾淨 還有冷氣 我覺得蠻好的 它就帶後站出來 好這在剛剛米拉馬旁邊買的蛋糕 叫阿斯利邦卡 我不是在講日文 這是他們一個很有名的島 像金門一樣吧 然後說島上賣這個 排三個小時才買得到 然後它是一個印尼華僑來這邊賣 然後買的口味是有加香蘭葉的巧克力 因為同行的人說要吃巧克力 但它招牌是糯米起司 他很推薦人家起司 總之就來吃吃看 阿斯利邦卡 有點像台灣的梅仔拼 甜甜的 然後口感很 Q彈 在外面很 也沒有到酥脆 就是有一個焦香這樣 還蠻好吃的 加10塊有香奶葉 所以裡面是綠色的 它外面不是很像吹文明 但它是軟的 它有包香蕉 裡面有香蕉 總之呢 就是綿密好吃 甜 其他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好神奇的口感 但有香蘭葉的 很不錯 推薦大家點 一定要加香蘭葉 然後點 看看它的糯米起司 或巧克力醬醬起司 說都很好吃 然後很大一盒 那麼大一盒 240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好吃 現在 從後站 來到前站了 前站還是真正 這次要來的重點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 看看前站有什麼 聽說有一個徒步區 我很蠻期待徒步區 有啊聽說今天正好是開災日 所以今天人會蠻多的 好我們來找一下前站的入口 好剛從車站走過來 現在是 中坪商圈 這邊是徒步區 然後路上真的蠻神奇 連七樓都有那種 東南亞式的下午茶跟餐廳 好來GO 這個好吃 好我們等一下繼續 邊逛邊找我們要吃的 欸 我是不是找到 等下這邊有一家名店 然後我有查 這邊主要就是越南的餐廳 泰國的餐廳 跟印尼的餐廳為主 對 馬來西亞就少一點 哇它的水果都好漂亮喔 噢 菸的 摸摸搭搭 摸摸搭搭的摸搭看好吃 你好 你好 這個是什麼果 這一個牛奶果 喔牛奶果 噢 啊這個 那個人參果 噢 人參果 這個是菠蘿蜜 春捲吧 然後香蘭葉 香蘭葉的馬來高 筋肉 然後哇春捲 這春捲看起來超讚的 哇 兵滿的摸摸搭搭一樣 然後那個是越南的BIT 看到一家超大的 東南亞商行吧 哇東西超多的耶 它家超大還有手推車 哇好多罐頭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最喜歡逛超市 哇那都是午餐肉 各種午餐肉 看起來好好吃喔 東南亞炒麵的麵 跟香料應該很好買 蝦醬耶 紅蝦醬耶 小蝦 都蝦醬啊 這個是蝦醬 天啊 這是蝦醬啊 紅蝦 紅蝦醬 哇好多喔 都一定 哇很濃郁啊這個 你看那個鹹魚罐 各種香料的東西 醋啊 然後 醬什麼的 然後餅乾 泡麵 海鮮片 來這邊呢除了吃以外 可以逛逛這些店 買一些做菜的原物料 然後那個春捲皮 好多春捲皮喔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的米片 哇還有蝦米的米片耶 哇好酷喔 然後我們剛剛吃的那個糕 原來中文叫做月亮糕 吃起來就像台灣的麥仔餅 這是什麼 琴酒 琴酒耶 好酷喔 菲律賓琴酒耶 哇好可愛喔 這品質 這算是菲律賓真錄嗎 蛋糕喔 然後這裏是香料液 調味料 哇好棒 其他店家也有分 菲律賓區 印尼區 跟越南區耶 所以真的這邊的三大族群是這三種 那個超市很厲害 然後離開了 小東西的超商 我幫他取的 繼續往前走 這邊那個風情很特別 也要不是有中文的話 那個路上的感覺 溫度 打扮 跟 空氣 都令人 有一種自身 都能要的感覺耶 這車也停得很像是太over了吧 明明就是步行道的變這樣 然後這邊 招牌都已經 改過了 RJ Supermarket是連鎖的 台南也有一間 兩三間超大的 RJ RJ超多人 RJ爆滿了 這個真的是 哇 裡面會用丟的耶 哇 為什麼要丟罐子 RJ真的是台灣 慢慢崛起的超商 很多路邊好像賣電話卡 什麼的 現在來到長江路 這邊是 算是傳統市場 然後這邊有很多好吃的 這傳統市場已經變成 東邪的傳統市場 筆電 3C街 這個比剛剛 我們在中坪路逛起來的 更Local 太酷了啦 太酷了 大概就是這邊的 乘衣場的衣服 哇好多衣服 而且又一件一百耶 我的天啊 好 我們要找的店也在前面 來找找 我以為要排隊 還好沒 哦 剛剛排完了 哦 這是芭蕉是不是 菲律賓的小吃嗎 還是泰國的小吃 泰國的小吃 泰國小吃 啊 哦這邊就是 在剝 芭蕉 對 看起來很好吃 這是 這邊的 排隊名店 炸芭蕉 好像說 平常來都很多人 然後也是開假日的 今天就有吃掉 再吃吃看 炸芭蕉 泰國的小吃 嗯 它外面的粉 有點酸耶 還是有放梅子嗎 還是放 紅紅的 不知道是梅子還是 蔓越梅嗎 我不知道 後面有紅紅的東西 吃起來酸酸的 然後裡面香蕉是甜的 還滿 特別的 三美薯條飯的 炸芭蕉 嗯 覺得還滿好吃的 你喜歡吃炸芭蕉 炸香蕉的 可以來吃吃看這家 它叫做 天主堂 泰國炸 香蕉 地瓜 這樣 然後有賣香蕉跟地瓜 我買的是香蕉 因為地瓜剛賣的 嗯 真的滿好吃的 在長江路市場裡 好 剛剛去長江路市場 要找一些 鹽奶煎餅 結果倒了這樣 然後現在再去別的店 真的滿有趣的耶 這裡 就路邊的風情跟畫面 跟拍起來真的 滿不像台灣 我覺得滿好玩 大家可以來走走 就一個小 小旅行吃吃東西走走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下一家店前面 喔 印尼 而且這邊都有 中文你也不用怕 什麼語言不同什麼的 他們也都會講中文 畢竟在台灣 來看這個路邊的 哇這家看起來超讚耶 這是船麵吧 看起來超好吃 欸我的天啊 然後我們要去的店 這有開嗎 有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裡面都是烤雞耶 哇烤雞 烤雞 這邊都是烤雞 超多人 這家很厲害喔 烤雞 豬五花 那是脆皮豬 雞胸 牛骨湯 我現在在一家 很有名的 菲律賓連鎖餐廳 的台灣分店 非常有名的喔 在菲律賓 他就是吃烤雞 烤雞 烤雞 牛骨湯 就是在菲律賓 吃到的料理 然後聽說 比菲律賓本地吃的還好吃 老闆是台灣人 然後一進來店外面一個人都沒有 像個廢棄的撞球場 進來以後 哇異世界 超多人 而且生意超好 然後這邊是發手套吃喔 我真的以為 我再也不會吃到菲律賓料理 結果竟然在台灣又吃到 好我們先來吃吃看 因為我也沒吃過 那菲律賓只喝到牛骨湯 跟烤肉 沒有吃到那麼多的東西 來吃吃看 然後他有給三種醬 我剛有拍 就是檸檬水 辣椒 跟不知道什麼醬油 飯是無限吃的 而且非常多菲律賓人 超酷的 我覺得沾檸檬水應該不錯 這脆皮豬好嫩喔 這個脆皮豬肉 很嫩很好吃 我真的在台灣嗎 現在拿手套會吃出來 很酷喔 豬真的很好吃 我剛吃了一塊 很脆然後很juicy 它的皮其實沒有 所以是黏涼的 咬下去不會咔嚼的這樣 但是肉很嫩很香 它香料醃得很足 很燙 然後他有給檸檬水辣椒 跟醬油吧 來吃吃看 他還有給這個 醃菜 好吃耶 喔好吃耶 解膩的酸菜 然後我來吃另外一個豬五花 喔這算蜜汁嘛 豬五花是蜜汁的 欸好吃耶 這個蠻好吃的 會比較鹹一點 再一口飯 這飯煮著 是剛剛吃的那個飯塊 有黏在一起一坨這樣 那肉是好吃 啊這個有檸檬水可以沾 這個沾檸檬雞 解膩 然後這個是烤雞胸 烤雞胸肉 香草雞胸 吃個雞 這個部位本來就比較好 嗯 它的雞 它的雞香料都淹進去了 滿好吃的 然後再來是烤雞 它那一塊 一塊烤雞 蘭拉粉 蘭拉粉 脆的肉 這個味道比較沒那麼重 就是等烤雞 但也是滿嫩 好香喔 好吃耶 我最喜歡脆皮烤肉 脆皮烤肉好吃 脆皮烤肉我喜歡它 我們來喝這個 大骨湯 大骨湯 在菲律賓有一次我們去拍片 那個餐廳最後的菜 真的給大骨湯 大骨湯跟他們的素薯醬 然後它的肉 牛骨湯 牛骨湯 牛骨 牛骨 喔 這牛肉 牛味很重 就是喜歡吃牛的人 會很愛 嗯 好吃耶 真的是菲律賓的味道耶 突然想吃了 在菲律賓的 不甘回首的過往 因為那時候拉的實在是很長 但我相信這邊應該不會 還滿乾淨的 而且旁邊的人賺很多 但店內的燈光跟狀況都還滿OK的 喝一口湯 喔 牛肉 真的不錯耶 其實是 清爽的 沒錯 大家放很多蔬果去燉牛肉 我想要吃 好吃 這邊的食物都不會很燙 畢竟 原本都在很熱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 肯牛骨 喔 這個筋很爽 嗯 這個肉喔 不是大家想像台灣那種軟嫩的肉 是有咬勁 但是牛味重的肉 所以 不要幻想它是什麼 新鮮牛肉湯 或是什麼 嫩牛肉 它就是有咬勁的肉 但是 因為肉味煮 然後湯鮮甜 所以吃起來也是滿好吃的 沒有這個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可能想像不太一樣 再補充說明一下 對 這是青木瓜吧 嗯 有像牛腱牛腩肉 然後有咬要咬的 嗯 真 造地的菲律賓烤肉烤雞 台灣的朋友們都好吃 OK 那我們再去下一家 好 這是一家 路邊的神奇麵攤 我的天啊 這個辣椒水 辣椒醋啊 辣椒魚露 魚露水 好香喔 還有這個湯 好我們剛剛去烤雞店的時候 路邊經過這家 很可愛的泰國路邊攤 回頭的時候覺得 好朋友還有肚子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樣 聊了一下呢 它只有兩個 它沒有菜單 只有兩種東西 牛肉麵跟豬肉麵 路邊的客人很熱心的 說都是泰國人 都是泰國人 這家店 他就說 點心也很好吃 推薦我拿點心 然後這個 葉子包的 好 那我等一下先來 吃個點心再吃麵 這個 欸 香蘭葉嗎 好像是香蘭葉耶 這個不知道什麼 藝術雞丁這樣 店員都很可愛 客人也都很可愛 這是 No.1 這裡面打開是這個 這應該是椰奶糕 椰奶糕 謝謝 椰漿糕 喔 甜鹹甜鹹的 外面是很濃郁的 椰奶豆 然後裡面是 醃過的 乾椰子絲 香蘭葉包 椰奶包 椰子絲 這好吃耶 這個好吃 椰奶豆 這個好吃 椰子絲 它這個椰子絲 是 鹹的 有醃鹹 然後外面奶是甜的 喔它牛肉湯是清湯耶 然後後面阿姨說 No.1 我問他們這個麵在泰國叫什麼 沒有人搭得出來 太酷了 吃吃看 我以為是傳麵 結果不是 來這是牛肉湯 它的麵條是比較像 鮑魚鮑條的 是米的細的鮑魚鮑條 好香喔 好香喔 好吃耶 它裡面很多芹菜 然後這個 米餡咬不太段 但很入味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而且湯很濃郁 肉 肉還好 肉就是薄片的牛肉 湯有一點甜甜的 喝起來不太像我們台灣常會喝的 牛肉湯的感覺 嗯 然後剛才我拍的 旁邊有一大個魚露辣椒 我們來撒一點吃吃看 牛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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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湯的味道 非常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這個 夏天會想再來吃 換豬肉 換豬肉麵 那豬肉麵就不特別 骨化麵 因為它就是 牛變成豬了 好來 豬肉麵 先吃塊豬肉 我以為泰國不能吃牛 原來他們有牛肉麵 豬肉也不錯 來喝一下湯味道 基本上一樣就是豬跟牛 但湯還是很好吃 它裡面還有點胡椒的味道 調味蠻特別的 真的不像我們傳統會吃的麵 然後是這種米Q麵 真的不錯 醬料放得很漂亮 這家真的好吃 推薦經過吃烤雞完可以來吃這邊的澱粉 烤雞的澱粉不怎麼樣 然後剛有訪問烤雞的老闆娘 他是菲律賓人 然後他們在台灣有在自己調味跟烤一開三家店 台中台北陶友 很厲害 從那個菲律賓把連鎖餐廳帶回來 很有趣的地方 好 哇這家很厲害 對 當日現做河粉條 然後這是這次自己Google到一家 叫法越越式河粉 然後它標榜是 每天新鮮做的河粉 老闆娘自己做骨格葉 然後骨頭都是用一堆大骨去熬出來的 評價很高 而且好像沒有開多久 那它比較不是越南鄉親比較多 它比較是台灣人多的店 但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而且肉超多 湯超大碗這樣 感覺真的很優秀 今天已經快湊齊說了店 我們剩泰國店了齁 好我們來先吃吃看它的河粉 我加了檸檬跟辣椒 它的備料也很齊 先吃一口肉 它肉是紅的齁 剛剛燙下去 肉 香 肉的高湯味道很好 然後肉片就是 溫體牛肉這樣 嗯 要加一點他們的那個 紅醬跟荷醬 有時候之後可能會拿那個沾東西 肉雖然有咬勁 但是就是新鮮肉片用高湯去淋過 喝湯 哇 你喝得出來這就是 春大骨熬出來的牛肉湯 口味沒有很重 但是非常的清香 就是因為沒有加什麼添加物 所以它有淡淡的牛肉的香氣 這個蠻厲害的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濃郁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喝得出來吃很健康的味道 然後來吃新鮮河粉 真的好吃 不會是那種 很Q的加工過的 很爛的那種 Q米餡 但是就是 保有Q度 但也不會一夾就換 昆米感的 口感的米餡 很好吃 而且真的蠻厲害 而且它有各種牛的河粉 大骨的 然後火車頭 各種肉的部位 嗯 它蠻厲害 那店裡生意找好的 你知道說 鴨店也是在中平路附近 嗯 都蠻好吃的 比起在台灣吃的其他河粉 我覺得它非常的 天然 純粹 好吃 嗯 好吃 然後來吃 它有個很特別的這個 熱鴨法式叉燒麵包 老公放了很多黃瓜 臭瓜 這盤臭瓜 那還是要吃吃看 熱鴨法式叉燒 嗯 好吃耶 它裡面還是有抹那個 醬 嗯 豬肉叉燒 好酥脆喔 這個好吃 而且很清香 配上臭瓜 跟它有放 蘿蔔跟香菜在後面 其實整體搭配得很好 我覺得不輸 外面那個圓的 大骨麵包 這個熱鴨也蠻好吃的 嗯 對它很推 放了越式河粉 好吃 那個道地的 越式咖啡 煉乳的 看起來超好喝耶 它這個冰到那個 湯匙跟冰塊都有霜 這樣子 完了我覺得這家店太油了 我也喜歡 好喝耶 它因為 越式咖啡反正比較苦甜 然後加上煉乳後 那個味道就變成一個香 嗯 越式冰塊肥也很不錯 然後我們旁邊還在跟麵包和粉 鬥爭中 記得它的和粉 真的是很天然 純粹的味道 不是味道很重 你會來這邊吃和粉後 跟你想像會完全不一樣 但我真的推薦值得吃 對辣椒不要加太多 我同伴很辛苦 因為辣椒太搶戲了 搶過了它那種 純粹清爽的湯頭 有點可惜 但是 是好吃的 好 要吃完一家 我們現在要去最後一家了 那個也像傳麵 那個泰式麵店 這邊有一家 70年的綿綿冰 看起來很厲害 下午 人都出來了 變得更熱鬧了 到處都有各種店 很可愛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生意超好 超級芒果爽 你有沒有吃過 70年老店 你看那個製冰機 超酷的 它自己有製冰的系統 好 過來泰龍王 這家很有名 要吃泰國菜 泰奶 泰菜 泰菜 泰式涼拌小廚房 去找我們的餐廳 他們都點 泰式小火鍋 對 我就是要來看 路邊泰人他們在吃什麼 這好像很厲害一樣 這邊烤肉 竟然是拿筷子啊 然後我剛去沾了它 特調的泰式醬 然後沙麥 蔥花蒜頭跟辣椒 看起來超讚的 哇這邊人 竟然泰國吃的是同班烤肉啊 就是想不到啊 然後旁邊還是煮 蔬菜還可以滿多的 蔬菜金針菇 這樣還可以啦 這樣還行啦 這樣兩人份吧 兩人份到三人份 然後上面有豬油 用豬油一直去製造那個油 讓它烤這樣 好有趣喔 好我們現在來體驗 中立的泰式路邊燒烤齁 然後沾這個泰式酸辣醬 哇 看起來很厲害 我知道了 它就是有泰式醬的同班烤肉 然後肉就是 豬五花 然後吃這個泰式醬喝啤酒 就有泰國的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泰國有沒有這個 但是中立有啦 而且對面的店也是它的 對面是吃到飽 這邊是單點的 它一次分兩條線 而且店員會互相支援 很酷 過馬路支援 蠻特別要可以坐在這 烤肉不是重點 每個坐在這邊都可以坐三個小時 換作率非常的低 但是就是聊天 喝酒 然後聊聊看看異國風情 然後幻想 沒有中文後這邊會變 哪一個世界這樣 還蠻好玩的 對 然後其他的肉還不錯啦 然後旁邊有菜跟高湯去煮 煮來吃一個金針菇好了 他說是高湯的金針菇 店員也都講 這邊今天的店店 店員都會講中文 所以不用怕 很多都是華僑或台灣人 或是混血這樣 金針菇 泰國的金針菇 都是醬的味道 但醬很好吃 不是台式的或日式的醬油 它裡面那個芝麻跟檸檬 還有它的那個魚露 很香 這其實是吃醬油 然後喝啤酒這樣 真的很搭 超讚的 好 最後一家結束 這家叫什麼名字啊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家店不知道 因為我們原本要去找另外一家泰國餐廳 但我覺得大家實在是太常吃泰國菜 遇到這一家我覺得 我一定要吃吃看這一家 這太酷了 它在大象泰象泰式烤肉吃到飽的對面 它在關係企業這樣 好吃好吃 很讚 好 那我最後一家結束 剛剛吃完泰式烤肉 我現在要回到中立車站 然後我後面這個巨大的人行道 就是一開始去的那個行人徒步區 其實今天的旅程真的蠻有趣 雖然來的時間不長 就大概稍微這邊走了一圈 但是我覺得真的像在出國一樣 而且東西都很好吃 而且都很道地 然後人也都很親切 語言也通 覺得中立真的蠻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好好規劃整理的地方 我覺得算是真的很有特色 它不像是我們之前去緬甸街 或是哪邊 它這邊因為都是生活 他們假日的時候來這邊消費 還有休閒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東西 覺得都蠻適合他們 就是整個時候日常感比較強烈這樣 不是都是像我們之前去一些東南亞街 它可能是華僑居多 那這邊就是真的是東邪的人 所以我覺得不錯啊 蠻好玩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喜歡異國料理的 很歡迎來吃吃看 我覺得味道都很道地 而且很獨特 好那今天Y世代大叔醬起來 這個東邪篇 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喜歡 那也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再去拍更多好玩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 那就先這樣了 掰掰